今天白天 隨著東北風的強度減弱了 可是今天你會感覺到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天亮之前 這板橋側站只有12度 但是到了白天 這台北地區的溫度 可是有26.9 溫度的差距來說 相對的早出晚歸 穿著要保暖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把未來一週分成四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週二到週三 中午的天氣暖和 最主要一點就在於 風向變為東南風了 甚至高溫的部分 從北到南都會到達 28度到29度的高溫 但到了禮拜四 天氣要有變化了 因為星期四的白天 一樣是天氣晴 但到了週四的晚上 隨著封面的接近 降雨的狀況增多 伴隨著從北到南 都會有雷震雨出現 所以禮拜四晚上 雷雨要到了 到了禮拜五 東北季風增強 溫度的形態來說 也開始下降 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週五的時候 早出晚歸 又要注意保暖 白天的話 南來北往的話 溫度的差距來說 北部天然氣涼 南部地區中午暖和 但到了星期六 星期天 雨的部分要停下來了 但早晚的天氣 在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依然是偏涼的 我們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 在高緯度 已經逐漸的進入到了 日本的位置 我們的風向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逐漸的變為偏東風 而到了現在下午以後開始 整個東南風上來 溫度的形態來說 變得更暖和了 明後天都在偏南風影響之下 溫度都偏高 再來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在江南地區 會有封面雲帶出現 到了星期四的晚上 封面才會再度接近台灣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 依然是有點偏冷 白天的溫度形態來說舒適 而在台灣本島部分 早晚的天氣是偏冷的 在14度左右 但白天高溫北部26 到了南部甚至到了29度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 日夜溫差很明顯 早出晚歸騎車要注意 西部地區清晨有霧 清晨出門行車要小心